哈喽 今天给你们做一个来自以色列的Tripola童颜机的一个操作 已经买了一段时间了 今天就操作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那我买的是一代 它是不能充电的 所以是有这个接线 接线上面呢还有一个变压器一样的东西 上面会有不一样的档数 那我一般就会用中档 它这是一个盖子 把盖子拿了以后 它是一个这样的四头 它的原理就是射频的美容仪 就有点像热马机 但是频率比较低 所以就是你可以自己操作 我在操作这个之前呢 它是有配一个它自己的那种凝胶 然后如果用这个的话 就一定要用它配套的这个凝胶 我一般一个疗程是做30分钟 就是一边脸15分钟 但是就上镜面看 你们可以看到我是有一点大小脸 所以这一边我会稍微做的多一些 可能是牙齿的问题吧 反正两边脸是不对称的 这一边是这个地方会比较大一些 那现在就开始吧 我也会在手机里面订一个10 然后这边脸我会订16-17分钟 今天做了17分钟 先把这个银胶涂好 涂全脸 它是那种很粘稠很粘稠的 就是你看是可以拉丝 要稍微涂多一点在脸上 因为这个机器它到后面是会发热 所以这个是可以隔热的 而且可以有润滑作用 好了 然后现在这个凝胶就已经涂完了 现在就把那个机器上的开关打开 调中档 这里呢还有一个开关键 你就把它按起来 它这边会有一个绿灯开始亮 然后就先设17分钟的定时 把这个机器打开以后呢 要等大概两三分钟这样子 就是等它热 你可以用手背试一下它的温度 然后再开始往脸上弄 好了 然后刚刚我已经试过温度了 这个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这个多了也不好 就是按正常的时间来就可以了 不要因为自己的皮肤状态特别不好 所以就要特别特别 就是你知道 本来就应该半个小时做完 那你做个40分钟一个小时 那样子真的不好 循序渐进 然后它现在已经开始热了 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往上的 我喜欢把这个饿脚的地方 久一点 那时间问题 我就把整半点点的 怎么做的手法就在这边一次就弄完 然后我就弄完16分钟 这里呢我就觉得 我先下来一口 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 感觉觉得它这里要弄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推一定要推得轻一点 因为这里是一个颧骨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下额骨 所以这个地方你推得太重了 苹果肌会流失 苹果肌上面要推 但是推得很轻 把另纹正缘可以这样子 然后还是滑圈 然后下巴 这个地方你可以从鼻翼这边轻轻的推过去 然后这里你可以手稍微这样垂直一点 这样往上推 然后太阳穴这里你也尽量少推一点 因为它会凹险 这里也是轻轻的推 然后穿字纹这边呢 就先 然后这样一个后呢 就可以打圈 一直这样做脸 一直做满16分钟 然后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加速吧 好了 我给你们放大看一下 就这边我大概做了10分钟 然后就已经 就是有血液循环红了 那我觉得10分钟 因为我现在皮肤觉得挺 已经很热了里面 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做了 所以今天就10分钟差不多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连满一遍 我就放大给你们看一下 就这个射频 其实你皮肤里面 就你不要超过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另外一边脸 我把定时调到10分钟 下面开始快进了 好了 时间到 那我们这两边呢 就是都已经很红了 然后我这个凝条下面也觉得皮肤很热 这个机器是不防水的 所以是不可以清洗的 就要拿一个干净的纸巾 把上面的凝胶都给擦掉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电线就是这个样子 我刚刚是在中间 然后它下面这里是低档 中档和高档三个档数 中档我觉得就已经够热的了 高档有点太热了 而且你们用这个机器的时候 一定不能定在一个地方 你一定要手一直动 不然就会很热 很有灼烧感 可能还会把你烫伤 那这个凝胶因为它特别黏 我就会先拿两张纸巾 大概的把这个凝胶擦掉 这个凝胶你洗的时候 一定要洗干净 不然就会焖动 好了 我现在就去把脸洗干净 我们一会儿见 做完这个以后呢 就可以随便拿一个 自己喜欢的保湿面膜出来 然后就敷 因为这个就是会让皮肤觉得比较干 那我现在就用这个 这个真的具好用 里面超级多的精华 这个我会敷20分钟 敷完以后 我们就把它稍微按摩一下 然后就等15-20分钟 差不多了 敷完面膜以后稍微按摩一下 让我面膜的那个精华 再吸收进去一些 可以看一下 皮肤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